为了让同仁加强公务上安全维护认知 花莲市公所20号办了111年公务机密 以及机关安全维护宣导讲席 邀请了花莲县调查站的副主任黄清辉进行演讲分享 希望透过课程的宣导提升市公所员工对公务机密维护 以及资讯安全维安事件的预防有更深的认识 今年适逢选几年 花莲市公所为了让同仁加强公务上安全维护认知 就被邀请花莲县调查站副主任黄清辉进行专题演讲 透过相关法规以及国内外相关安全实力探讨 让与会人员了解公务机密与机密安全的重要性 然后我们法务部调查局主要是负责机关安全法务的工作 机关安全法务工作有四大项 就是第一个是机关安全法务 包括机关设施危害的预防及风险的管理 我图发意外的应变处理 第二个大项是防止渗透的工作 就是预防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 还有发掘长期埋伏的可疑分子 第三个是机密维护的工作 就是保护机关的功能跟资料 还有保护民众的个人资料 最后一个是资同安全的工作 而这一次特别邀请施工所年轻同仁一起来学习上课 除了加强相关认知之外 也希望成为所属客室的种子老师 透过课程的宣导加强相关业务的认知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我们调查站的王副主任 还有其他同仁一起来跟花联施工所的同仁们 上一些公务机密及机关安全的公务宣导 我们这次也请我们非常多年轻的伙伴们 一起来学习一下 也当作我们各科室的种子老师 我们副主任的经验分享里面 可以让更多同仁们知道 过去的一个曾经有的一个案例 还有让大家能够了解到 怎么样做好自身的防护跟保护自己的机关 那我们再次的谢谢我们调查站 那也谢谢我们所有来上课的每一个同仁们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维护机关的安全跟公务的机密 调查站副主任黄清辉演讲 包括机关安全、防治渗透、机密维护 以及反会选等纲要作为主题 并且以调查局承办案件的经验分享 希望能够提升市公所员工对于公务机密维护 资讯安全、维安事件的预防 以及应变作为有更深的认识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